好,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叫做颱風的風雨 颱風來襲的時候,哪裡的雨勢風雨會比較大 基本的說法就是迎風面雨勢大 迎風面雨勢大 因為我們前面提過了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下降,體力膨脹,溫度降低,容易飽和,凝結成員,有雲會下雨 所以考試就畫個像這樣的圖 然後就問你,他給一個上升的一個下降的氣流 然後寫一個甲,然後寫一個乙 然後問你說哪一邊會有雲會下雨 考這個,迎風面雨勢比較大 OK,所以考試當我,當我就會這樣講解 就是颱風在這裡,人家就說我颱風在這裡 請問你,甲、乙、丙、丁,哪裡的風雨大 你就挑誰是迎風面 待會兒就講這個,等一下就講這個 所以迎風面雨勢大 這是蘇迪勒颱風來的時候的累積雨量圖 你可以看到月邊上面紅紅的,直指的就是雨量比較大 可是這個不是一天,這是從7號到9號 所以它是不同的時候所累積的雨量 但基本上颱風是逆時中轉 所以當颱風在臺灣的東邊的時候 北邊一點,東北方這邊叫做迎風面 所以那邊的雨勢會比較大 那穿過臺灣,進到臺灣海洋這邊的時候 變成哪一邊? 西南方這邊叫做迎風面 所以西南方雨勢大 所以兩個絕貨在這裡,大家發現 這兩塊的雨勢會比較大 因為它們都在哪一邊? 迎風面上,迎風面上 所以 颱風在這裡 颱風定時中轉 誰迎風面? 台北 西邊嘛,台北對不對? 西半部是迎風面,台北是迎風面 所以西部雨勢大,東部雨勢會小 東部雨勢小 而且它有裝飾幫我擋車 幫我擋車,OK 好,然後呢 台風如果在這裡 逆時中轉 誰迎風面? 花蓮對不對? 花蓮 所以呢,東邊嘛 所以東邊迎風 雨勢大 然後西部要背風 雨勢小 所以 當台風在稍微 在台風在稍微北邊一點 台風中心如果稍微北邊一點 這樣過來的時候 台東經常會有個地理交過的焚風 為什麼? 因為它上去爬一次山下一次雨 轉過來再爬一次山 再下一次雨 水分都被炸乾了 然後再下山 越往底下 溫度越高 所以台東會吹焚風 這個應該是蒂老師提過的 OK 語音在這邊 好 然後 當台風這樣子進入台灣海峽的時候 然後呢 歷史中轉 就有一個你們常常聽到 就是當颱風這樣出去之後 說颱風要走了 請中南部地區盛防旺盛的什麼? 西南汽流 很好 西南汽流會帶來大雨 所以我們這個可愛的台中 這個可愛的台中 如果颱風是由我們的東邊這樣過來的 台中通常不吹颱風的 因為它躲在中山那裡的後面 不吹颱風的 要颱風過了以後 引進旺盛西南汽流才會吹颱風 但當年有個颱風很賤 出去又回馬一槍走回來 然後那你的東半西半邊就死得很難看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屏障 然後呢 那韋恩嘛 我剛才講說韋恩颱風 我朋友同學 我剛才在台中那邊 所以他們家的那個倉庫屋頂就被吹走了 鵬屋頂就被吹走了 OK 然後呢第二年我去鵬屋玩 鵬屋那個計程車司機說 颱風完之後 他就看他的計程車全島到處漲 他家的水塔 他家實在可以吹走 OK 好來就是西南汽流 注意他會引進旺盛的西南汽流 當颱風中心在台灣海洋陣子的時候 會經常會帶來西南汽流 會中南部地區帶來豪雨 颱風一定會死翹翹 颱風一定會死翹翹 剛才講過我們死老百姓就兩條 一條進大陸一條去 來 主力進大陸的就死翹翹 為什麼死翹翹 一進大陸陸地摩擦比較大 損耗能量比較多 二陸地沒有水 沒有水去繼續供應 所以他就死翹翹了 能量就沒有辦法繼續提供能量減弱 他就死翹翹了 所以進大陸的死翹翹 所以中國大陸哪一個地方會吹颱風 東南沿海的那個省 再繼續有沒有颱風 沒有 所以學測考過一級 說這位人士這個新娘從新疆來的 請問你新疆沒有哪一種天然災害 沒有颱風 新疆沒有颱風 OK 沒有颱風 這是學測考過第一 好了 進大陸會死翹翹 下一人叫做去日本 去日本也會死翹翹 為什麼死翹翹 日本那邊不是海嗎 海不是摩擦小嗎 對 可是日本比較怎樣 比較冷啊 所以海水蒸發也比較少啊 所以水氣也會供應不足啊 水球沒有辦法活下去 所以去日本的也死翹翹 去日本的也死翹翹 所以就是到底說颱風有形成 它最後一定會怎樣 它一定會消失 它一定會掛掉 會再劍 掛掉掉 然後還是掛掉它的消失 知道了解一下 OK 最後呢 就跟各位講過的 它跟美雨一樣 颱風跟美雨一樣 是我們台灣的必要之二 颱風是台灣非常重要的水資源來源 沒有它我們會缺水 有它就OK 很多年前有一次台北市在鬧旱災 因為從冬天開始就沒有什麼雨水 冬天沒有雨水 春天沒有雨水 連那個美雨季節都沒有什麼雨水 要完蛋了完蛋了 我們的水不夠了 結果七月出來的颱風之後 所有事情全部解決 所有事全部解決 所以颱風我們很重要 它們是我們重要的水資源來源 可是講了雨下的都會怎樣 山峰 洪水 土石流 一大堆嘛 對不對 我們最近的八八風災 莫拉克有沒有 我記得我當年看報紙的時候 莫拉克還沒有來 接近台灣還沒有真的的時候 還有報告寫說莫拉克是一個好颱風 為什麼 因為當年台北 台灣已經在鬧缺水 它來了 把我們降了很多雨水 然後當時也沒有什麼災害 所以說 才寫說莫拉克是一個好颱風 這句話寫完 就我爸爸攻佔 然後就死了一朵票 所以颱風帶來很大的災害 可是可不可以沒有它 不行 要必要之惡 所以颱風雖然經常 為我們帶來很大的災害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它 我們一定要有颱風 我們才有足夠的水資源 所以我們說它必要之惡 這跟講美雨的時候是一樣的 所以以上就跟各位介紹 考試比較會問的就是那個 哪邊風雨大 迎風面風雨大 還有再來一個很少會問的就是那個 靠近颱風中心 風雨大 判斷哪邊風雨大 就可以了 有人問答嗎 沒有